1949年10月1日 举世瞩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隆重举行 在天安门城楼上 与宋庆龄站在一起的 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继生 大家好处我嘛 我说青黄村 我说青黄村 大家不是我一个人叫啊 大家都叫啊 疯了似的 激动得不得了 喊的嗓子都喊哑了 毛泽东 这个年轻学生就是李佩玉 李继生的第三个儿子 当李佩玉随着人群 走到了天安门城楼下的时候 他远远地看到了 与毛泽东主席 站在一起的父亲 我在下面 爸爸在天安门上面 毛泽东主席 我父亲在上面 可能给你刚才对了 我自己在一起的 我妈现在屌没啥了 都要变得了 可思询了 可思询了